展示民间风情 传承乡土文明 乡土应谈 靠山吃山,靠水吃水 这是一种顺应自然的生存之道 在信江大地 人们沿袭祖先的生活智慧 精心使用着脚下的每一寸土地 获取食物的活动和非凡智慧无处不在 葛粉是餐桌上的传统佳肴 英坛人食用的历史由来已久 葛粉的制作工艺也在这里亲口相传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收看由英坛日报社推出的乡土英坛栏目 今天我们来到了渝江区中同镇 带领大家一起感受葛粉的制作工艺 探寻英坛人舌尖上的味蕾记忆 葛粉是从藤本植物 葛根中提取出来的一种纯天然营养佳品 《本草纲目》记载 葛粉具有清热降火 滋阴解毒 生阳生晶 开胃进食之功效 渝江区物产丰富 是中国葛之乡 小雪刚过 气温急剧下降 铜心水敏锐地察觉到这是大自然发出的信号 田间山野中的隔根已停止生长进入休眠期 此时隔根中积累的有效成分最多 品质最好 正午刚过 铜心水带着工具外出挖隔 在乡村 在乡村 野阁很是常见 山坡田梗 房前屋后到处都能看到它们的身影 但是想要挖到它们 还需费一番功夫 优质隔根以两到三年生收获 最好 找到隔藤根部 挖开表层的泥土 隔根露出 这时就需要经验和技巧 不能硬挖 要沿着根莖轻袍轻取 否则形态被破坏 隔根中的水分和淀粉白白流失 隔根取出 要将挖出的土回田覆盖 让未被挖出的隔根得以生长 一下午的忙碌换来了丰厚的回报 隔根采收后 要尽快进行加工 否则容易霉烂 清除隔根外表皮层粘袋的泥沙 洗除块根表皮 清洗是保证隔粉质量的基础 清洗得越净 隔粉的品质就越好 接下来要对隔根进行粉碎 破坏隔根的组织结构 使微小的淀粉颗粒 能够顺利从块根中解体分离出来 隔根碎裂 迸发出大量的白色粉末 这些就是隔粉 将和着粉末的隔根碎渣倒入水盆 用清水反复淘洗揉搓 让碎渣与水充分结合 隔根碎渣变白 清水变得灰白 随后 用细孔的纱布将整盆水进行过滤 滤出水中较大的碎渣 过滤后静置在阴凉处 神奇的变化在沉淀后发生了 水与隔粉发生了分离 纯白色的隔粉完全沉淀在盆底 将之捞出进行晾晒 晒干的隔粉能够长时间保存 隔粉的食用 同心水夫妇坚持用最朴素的做法 如火烧旺 将用冷水化开的隔粉 均匀倒入锅内烧开的热水当中 不停搅拌成半透明的糊状 即可出锅食用 我现在手里端着这碗 就是咱们刚刚出炉的隔粉 那可以看一下从色泽上呢 它非常的晶莹透亮 并且还拌着一丝光泽 那么我拌的过程当中呢 就已经闻到了它的振振清香 让我忍不住想要尝上一两口 嗯 口感非常的甘甜 清甜 并且非常的嫩滑 那这个口感呢也是非常醇厚的 今天 当我们有权远离自然 享受美食的时候 最应该感谢的 是这些通过劳动和智慧 成就舌尖美味的人们 好的 今天的乡土鹰潭栏目就到这里 如果屏幕前的你 有什么关于鹰潭民俗文化 乡土记忆的相关拍摄线索 请及时与我们栏目组取得联系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